特朗普靠着摇头晃脑躲开了子弹 从刺杀中幸存 但这是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低级安保失误 上周末特朗普遭枪剂的新闻 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 虽说从历史上来看 美国总统是一份伤亡率很高的工作 但进入21世纪后 由于全球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快速上升周期 美国政治也是趋于稳定了 党派领导人个人的影响力往往小于其政党 向社会各群体许诺的利益所带来的影响力 因此击毙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 使其党派出现人死正息的可行性也是变小了 毕竟你不可能把对方整个政党都物理消灭 在这种环境下 两党建制派们也更乐于进行利益交换 并且轮流坐庄 然而今天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是极其有毒的 左右两派民粹崛起 共和党建制派是基本团灭 民主党正在逼宫让现任总统退选 在这种高风险时期 安保的任务是相当重要的 但现在看来 总统候选人的主要安保力量 美国特勤局 那简直是菜了吗不谈了 这次特朗普能活下来 一方面是他正好要扭头查看展板上的数据 另一方面是枪手自己也极不专业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刺杀肯尼迪一案 枪手奥斯瓦尔德是前海军陆战队队员 射击成绩优异 刺杀肯尼迪时呢 他选择了一支意大利产的卡尔卡诺栓动式步枪 并且安装了高倍率苗具 奥斯瓦尔德在距离肯尼迪的敞篷车 约81米的距离上 开枪命中了肯尼迪的颈部和头部 6.5毫米口径 枪口出速约每秒658米 重约10.5克的弹头 足以在这种距离上 保证绝对的精准稳定且致命 最终子弹伴随着巨大的动能 掀开了肯尼迪的头盖骨 相比之下 刺杀特朗普的小年轻克鲁克斯 只有20岁 是个高中毕业生 他的射击成绩呢 是算不上好 被学校的射击队拒之门外了 据同学所说啊 他经常遭受校园霸凌 他所使用的步枪 是一支美国民用市场常见的AR式步枪 警方尚未正式公布这支步枪的形式 但从较为模糊的现场录像来看 这支AR呢 是没有安装很高倍率的描具的 有可能是机械描具或者是某种红点 枪支呢 也没有加装脚件 大概率也没有使用专业的狙击弹药 那么想要做到精准的射击特朗普的头部 这样一个较小的目标 实际上是较为困难的 经常从事政治刺杀的朋友们都知道 开枪要尽可能追求首发命中率 重要政客的身边往往都有许多保镖 随时准备上去挡手弹 而且呢 其本人可能也受过躲避攻击的相关训练 这使得射击窗口异常短暂 前几发无法致命便不再有机会 但如果是一个稍微专业点的射手 换一支更为精准的 配有高倍率描具的栓动式举一部枪呢 克鲁克斯开枪时 距离特朗普大约120米左右 特朗普是侧身对着他的 演讲台并不对特朗普形成良好的遮挡 一个经过一定训练的枪手 使用稍微专业一点的枪支 在这个距离上设计一个近乎于静止的凶把目标 可并不困难 换成奥斯瓦尔德这种水平的枪手 特朗普早就没了 而且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时打的还是移动目标 分析到这儿 我们不难看出 这次特朗普没死 那纯属是命大 外加枪手太太 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 存在自导自演的成分 这名枪手的专业程度 做不到只出血不出脑浆 特朗普被打碎的提词器划伤的说法也未必准确 因为他附近的提词器都是比较完整的 归根结底 能让枪手登上这样一个制高点 围绕着特朗普的安保工作 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了 目前美国特勤局正在调查 枪手为何能够接近到这个距离 特朗普演讲现场的周围 制高点并不多 现场有四个执行反狙击任务的狙击小组 两个是特勤局的 另外两个是地方警察的 他们已经控制了周边多个制高点 按理来说剩下为数不多的制高点 应该有人重点盯防 枪手能够爬上制高点 被现场民众拍下视频 开出近十枪后才被狙杀 现场这四个狙击小组的枪 真是不知道在架谁 美国特勤局的发言人的狡辩是 特勤局并不负责监控场外 只负责监控场内的人群 而枪手的位置是场外 这应该由地方警察来负责 哦 那按照这个说法 开枪射杀克鲁克斯的特勤局狙击手 还是执法过渡了 那这可以说是特勤局 向地方警察的甩锅行为 但是地方警察也确实很菜 根据多家美媒报道 有一名警察是顺着梯子 爬上了枪手所在的屋顶 发现了克鲁克斯 但克鲁克斯正在用枪指着警察 这名警察就很怕死嘛 马上就从梯子上撤下去了 随后克鲁克斯就对着特朗普开枪了 这就是特勤局加地方警察的 集体不负责任行为 地方警察就不多说了 但特勤局这种负责总统护卫的单位 能堕落至此也是极为抽象的 虽说并不意外吧 毕竟在奥巴马任上 就爆出过特勤局人员 在国外嫖娼不给钱这样的丑闻 后来还有2015年的退伍老兵 迟到勇闯白宫的钢塔雷斯事件 这位老兵在白宫的园子里 逛了好一阵才被发现 美国特勤局吃喝嫖堵抽的 就案太多就不一一细说了 但说是要整改 却到现在也没好过 就在今年4月 副总统哈里斯的保镖 还在执勤时和自己的同事打了起来 甚至严重到招来了医疗人员 现在看来就这个保卫能力 想要做掉美国总统或者候选人 可能比电影里要来得容易许多 现在看来 近几十年美国的政治刺杀少 并不是因为技术上完全无稽可乘 而是担忧后果太严重 同时大家都还有生活 所以觉得美国人干不出来 这使得围绕美国重要政治人物的安保 反而成了一种 我堵你枪里没有子弹的行为 这在如今政治越来越撕裂的美国 可不是什么好事 保不齐下一次刺杀 真就死人了 会导致一场内战了